台中一名27岁的女模特儿 在去年到诊所假扮护士 骗走了病人的减肥药 被当事者告上法庭 没有想到今年在百货公司担任贵姐 竟然三次窃取同事放在置物柜的皮包 被送到警局时 女子到岸这个神情憔悴 让警方完全无法想象 女子就是照片上的靓丽女模特儿 打扮掉逆身材搅好的真系女子 平常市民女模特儿 但生活缤分她竟然在担任百货公司的贵姐时 趁同事不注意偷偷摸摸的到同事的置物柜 将里面的皮包和礼券全部摸走 2000块跟700块 那第二次是在7月6号的时候 偷借同事皮包里面的500块现金 还有知名百货公司的礼券500元 女子第三次犯案终于被当场逮货 警方一查才发现这名小摩 曾经在去年盗减肥诊所时 因为不想花时间排队 假扮护士偷走了路人减肥药 但一次因为她精神不济 让原警无法想象 这名憔悴女子竟然就是照片上靓丽的女模特儿 网页上面看到是非常靓丽的打扮 那当天可能因为神情比较憔悴 没有打扮 精神比较不好 女子事后表示自己因为缺钱花用 才会下手行窃 被警方移送 女子的经纪公司得知消息后 也表示会和她终止契约 记者吴利安徐文台中报导